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准抢上抢下罐 罐帘是保护升降人员的安全装置 应及时关好 为保证安全运行 必须坚持定期检修灌耳 使灌龙沿灌道木运行 灌耳灌道木一抹死 应每天检查一次 其间隙不许超过规定 单绳提升机升降人员 必须设置可靠的防坠器 并做到每天检查一次 定期进行脱钩试验 断丝绣尸这么严重 能不发生危险吗 悬吊装置要每天检查 定期测试 这些安全装置要由专员检查和试验 保证灵敏准确 主要钢丝绳应每天检查一次 并定期试验 安全系数必须复合规定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安全装置要由专人检查试验 保证灵敏准确 提升时正司机操作 副司机监护 司机操作 精神需要高度集中 一时舒服会酿成大祸 会成为提供罪人 常用闸用以调整机器的速度 除紧急信号外 信号应集中控制 由井底发到井口 再转到轿车司机 炸篮门不关好 提升信号就发不出来 建千里栋栏 他为动据 行振回 小冬洩 你说的 刘时化 安全闭锁装置绝不能甩掉不用 看,这就是甩掉闭锁装置造成的后果